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点点时事新闻的短打 查博士怪论 施依声明 怪论真的是怪论 就是乱这么说 现在跟着潮流 乱这么说 练功说有些世事有启示的 对听就听一下 不对听就吃饭 听到内容是对用的 有些启发性的 自己可以想想 万象心罗皆发生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球 你每一日都很公平 都面对了世间的麻密 封起云涌 日出日落 遥遇化香 悲欢离合 时来运都什么都有 现在世界好玩的 你留心好玩的 今天主要跟着潮流 跟着潮流 首先就是解签 因为最近很多人解签 因为香港 政府带头的时候 又何志平搞下签出来 一直连年都有人说代表香港人求签 这有多少强奸民意 我自己真的是香港人 我没有委托过任何人 跟我出去 问符求签的 其他人没有委托呢 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家人是没有委托的 那现在世界很奇怪的 我都说代表全国代表什么 全国人民代表什么 你听一下 那首先说个人 我对这些 这些 中国传统的文化 我们都不可以叫做文化 这是毒草来的 在毛泽东时代 这些是五毒 正式毒草来的 为何这么说呢 它有纪在的 和涉及这些妙门 这些妙门 道观 它作为一种招来术 它引用世间的白言论 等于你每一个人想决定了一件事 你那个习近的 公是yes 自是no 那决定你的行指 决定你的行藏进退 这个是个人自由的 那你想做乞业 没人阻止到你 你想自杀 那便求人得人 如果你将你个人的命运 的前途 放在一些虚构的文化那里 然后呢 就因果自负 世界 我们不反对的 个人行为 也没有需要反对 你也反对不了 不过 有一个国家的领导陈 执政党 特别现在我们中国 是由共产党执政 去管治天下 就不同的说法了 你说如果你是当权者 你有责任 带你那个国家前进 带你的民族前进 带你的文化前进 文化前进就不是说口嘎嘎 说我们文化自信 那自信有什么基础提供给你呢 有什么条件令到你怀有自信呢 一天求神问博呢 走入家庙里 第一个行为就告诉别人 你没有了自信嘛 数字鬼神嘛 人都不信 就是信鬼神 那你自信何来啊 第一 这个就是行为 表现给人看 你一进去求神问博呢 就在教堂蹲在那里 找神父呢 就说你已经是没有自信 你问题解决不了的 解决不了呢 要找人 那如果你找到一些 比较有道德的人 那可以作你一种心灵鸡汤 对他有帮助的 在心理上 譬如你生病毒 那你要跟我神父讲 那间庙里 那便会安慰你 苗祝公也会安慰你 这一世纪 今天二世纪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 将我们每年的 运程 找未来的发展 或者走去 车工庙 或者其他的庙 求之签 作为指引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这是我个人的 对听的又听 不对听的又是关机 大家有些网友 但是要讲这些签的根源 很早就有的了 如果讲历史 历史 我们既在 文符求签 这些东西 但是明清记录下来 是江湖上的一个老千集团 玩这一科的人 我稍后铺上的资料给大家看 叫江上派 他有五大航头 京、港、拆、木、田 一旦 一旦利用了善良的人 他走进你的自门庙观 求些签的话 他已经告诉你他有事 特别最流行 宋朝那时 很多人考功名 对自己前途很渺望 有些时候求不到 所以考状元 他都会去求一签 问我仕途如何 我这次考试行不行 过不过都关了 这些事有一件趣事 牵涉到是这样的 大家听过唐伯虎是很文明的 有几载的唐人 他原本就是材高八斗 唐伯虎大家做戏都看过 文采当然一定好 以前古代的人出路很窄 是要求水方明 这个科举中了 原来才进去有机会 入政界 做官 扶遥直上 以前出路很窄 考完试之后 唐伯虎 自己认为自己可以 主考官又说他可以 变成了跟那些坏鬼书生 在酒坏鬼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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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大摇大摆在那里说 我正在中的了 这期状元 说一段 谁不知 那场考试有人举报 那场考试有人举报 真的有人作怪 有人作怪 作弊 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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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科举考试取消了 改期了 第二次再报名 再进行考试 我无端端抑了广东省一个律民罪 被律民罪赢了 中了状元广东省 所以很搞笑 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去求签 凡是上京考试那些 你去之前家帮你求 你自己要求 所谓是穷问签 富是烧香 你不碰 你就去求签 但不一定代表无钱 你遇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不一定说 那穷字 即是穷同没路 有些问题想不到 不一定是贫穷那穷 但属于江湖的老千集团叫江上派的 整个系列很详细 一会儿我铺回一些资讯 给大家看完节目之后 跟着看花蕊我贴上去 这些常识大家要知道的 如果你作为现代人 你不知道这些常识的来要去密的话 那你人身上也挺坎坎的 你会输得不清不楚的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姓罗的 现在说是19 19回归前的美国 186年 187年 我不记得 大风暴 他就被一个林曾 的儿子林国雄 现在两个都死了 跟他去看八字算命 八字新人最好运就是那一年 他尽量去拨打 他是带我做这一刻出身的人 谁不知全部翻艇 几乎做一些很严重的行为 我就欠了他 我算了 这些是你的杰索 你自己又这么草失 是吧 好 那解一下这些签文 就是这样 我就不用解签佬的识语解 根据人导出来的字面 用我们的怪论就解 现在坊监 就说今年 刘皇帕的儿子 刘月强 是做了乡仪国主席 他就跟随坊间的 自己想出来的习族 说代表香港人 在车公庙求了签 求了签的就是第15签 那坊间又有人说了 他说 应该是抽起了一下签出来的 我签签 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做 我相信瞄续也不会这样做 理由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很严重的 是吧 既然如果你抽起了下签 不如你全部放上签 是吧 但是很奇怪的 他这次 就求第5次 先跌一支签出来 通常求签一次 跌两三支 那个就不算要求过的 但是古代 就有个北成民的规族 在这一科民族的信仰 就是说 你最好一求 第一次签筒 走除的签 第一支 那个就是可以作准的 就是他们根据他们作为一个标准 最合标准的 喂 如果你求了第3支 都出不了签 出了来 4、5支 2、3支 都不知道你是哪支 要来解 那就没有效了 不可以再求了 现在我们在刘先生 就求到第5次 所以变成坊间的人去解签 其实 不适合的 明知签没有效 因为他的心不正 台湾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台湾就不出这个问题 台湾就不出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就不是用签筒 拷签 他用签筒再用签 但他抽签 所有领域都只抽一支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内地和香港的习族 就拿签筒几下 等到签自己跌出来 这个动作 在古代又规定那个人要自成的心 等于你在文博、占博、找个龟鹤熬的时候 你都要很涉神、很正心 这个是基础 如果你的人的心不正 不涉神去求签 心神仿佛 变成你求签的手就不定 一不定 左遥有摆 那个力度就不实正 他会无端叠两三支 有些跌四五支出来 这次看到我们是刘先生 求签的时间会心碎不定 所以要求第五次才求签出来 既然这样的签是不可解的 无效 他超过了三次 无效 但无效坊间的人都照解 解出来 一个签文 照字面说 不是那么吉利的事 虎根辞与入三林 未得之事那处沉 选了良才 失却力 献均留住代春林 我签文是这样的 旁边有几行字的解药 家书 家习平安 占病作福 婚姻不合 自身平安 求财未遂 所以 我用我个人的怪论 当这些签文 真的要求出来 我去解 当然又有个规矩 做那一行的人 就是说 就算你有功夫 正式有功夫的人 如果坐桌解签佬 有功夫的人 你不用求签的 你走进来就知道你 知道你的吉凶 在你的身体院 眉头咬咬 世俗人都是妻才子禄 所以那个老千行业 在这些科来说 有私承 有口缺 虽不中也不远 是吧 呼眉欺碎 面口黑黑 中年男子 当然是失业 穿金戴银 穿上名牌 女士 老公有案 水不重不远 一人世俗人 求的东西很少 很窄 第一句的签文 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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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乱入森林 那对象是谁呢 如果你说帮香港人求签 他就指示虎根 持乱入森林 变成了他说那些人 握着斧头 跟着 代表有力量的 有武器 而有权力的人 但不是一把手 对象 是中央政府的 对象 是中央政府下面的流罗 香港有一帮流罗 拿着武器 武器不代表增枪实弹 法律都是武器 法律都是武器 入森林 入森林 进来这个世间 去打猎 捉那些坏分子 猎物 现在就开始捉那些 叫做掩堆矿 製造了一批人出来 说我们现在就去 拿着斧头 坐头 工具 用法力 作为武器 到处找人捉 但你没有对象 因为如果你用意图入罪 或言论入罪 真的很难做 坊間上很多台主都说得挺好 说得最好就是陶杰先生 演绎这方面 就是说你那23条立法 如何成续 如何抗弥 我想将来的法官也挺难判的, 既然你搞到这样的, 不如恢复我们以前早十年八年, 中国内地的制度只要现观阶级以上的降暴, 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可以扣留你15天, 或者扣留你勞改两年的, 不需要给你有的, 好像最近这几年前才取消, 你将它恢复回香港行使便可以, 需要那么复杂, 又不需要立法,又不需要吵着巴闭, 马来西亚都是内政部长, 不需要给任何理由, 新加坡都是, 不需要弄得那么复杂的, 现在他在空气中找犯罪分子, 退散人来的思想, 出现了现状有几个吻合香港的情况, 小鸟粮财,失却力, 导弹射乌鹰, 那些聪明的人才都走了, 退休, 老师都走了, 医疗人员都走了, 大家看到了, 这句话, 签文撞彩撞得很准准, 全部是鸡飞狗走, 走人走资, 最后一句是为兴军留住戴冲南, 你留力不要搞, 你搞经济, 排过冲头有好日子, 但谁冲头呢? 不知道, 没有说, 这个签文呢? 好了, 这个是照字面来解的, 有几应敬的, 但我自己个人解, 另外一个层次解就不同了, 一片大好形势, 差在你会不会用呢? 就是我那套工具, 我的斧头, 黏刀, 有在这里, 我在世界舞台, 做好准备动作, 不用到处找的, 因为我们自己国家有资源, 有了人力, 有了物力, 有了十几亿的同胞做后盾, 香港又有个祖国, back up, 所以大家不用到处忍, 只要你放在这里, 那些法律不要动, 谋疑不发, 讲得清楚, 就不用浪费力了, 那有东西配合, 那用什么配合呢? 这些签就是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能够保持中度, 等于以前英国殖民地立了很多法, 大家都知道这些法, 百多年来未執行过, 我记忆中有些法律的法例未執行过, 有的, 最简单是他们现在引用那种侮辱英女皇的条例, 最近好像是拿出来的, 以前没有用过的, 即是你侮辱英女皇, 他们现在拿出来用的, 英国人管治香港时没有用过的, 但另外再引个例, 他们有很多法例到现在没有用过的, 最简单是被人容易明白的, 即是说你只要你的时钟被公众人士看到, 你的时钟坏了, 如果你不撥回到只有六点, 就会违法的, 因为干扰了公众人士的时间, 会误渡了人, 大家上去网搜索有些法例, 有这条的, 另外, 我们私人去银行提回自己的钱是合法的, 被你开了户口, 你去银行提回自己的钱是合法的, 没有犯法的, 但公开叫人家个人去银行提钱是犯法的, 你要练金融的, 你将流通货币大量团积在家里也是犯法的, 特别是一元银仔, 五元那些, 有人放在自己家里, 不存在银行, 也犯法的, 但几亿钟好像甚少有人告到, 所以就说我们希望政府, 特别是香港政府, 将你手上所有权力, 所有管治社会的工具和武器, 包括人, 是旺兵不动的, 一个成功的社会, 令到被人感觉没有政府存在, 那才做成功, 在那个国际标准, 以前我一节目讲过, 全世界最厉害是奥地利, 在行政管治那里, 那个行政管治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 那时奥空帝国形成了奥地利, 后来分散之后, 其他隔离所谓的国家, 由奥地利控制领土的国家, 他们的行政管治是很厉害, 很优秀, 除了之外, 当然到英国, 英国的几十个殖民地, 很多经验和思维的观念, 是有另一种文化, 比较很沉着, 而且留了很多空间在这里, 又被自己可以走围, 又被人可以走围, 那个理由是为什么, 譬如说你是武林高手, 我和你坐车车车, 冲撞, 那你打低我, 那你打低我, 留回地方让我睡觉, 你让我跌低才行, 因为打低我, 你不留位让我跌低, 就连你都会摘死, 那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无论对内, 都有这个留白的胸襟在这里, 自己舒服的, 那社会今时今日, 如果你再用我共产主义的思维, 真是不够用的, 因为你是没有以时俱进, 因为这么复杂, 你要禁制原刑自由怎么禁, 那就是一行互联网嘛, 怎么禁呢, 是不是, 禁不够的, 我们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将来, 你中国政府他们很辛苦, 对他们所知, 他放了十亿八亿个天眼, 在全国国家, 有多厉害, 这么网络, 把人十亿八亿的天眼, 就减控了全中国, 你都要用很多人手看着的, 有一件事是比较遗憾的, 那都要跟大家讲一讲, 讲起这些国运, 真是有些国运的, 以个人来讲, 我是最惆怅的, 如果讲国运, 我是本身最惆怅的, 事实的, 我不是忧国忧民, 而是说, 我根据我在佛学上的修为, 这么多年, 看过世情, 用很多角度, 变成了, 引用了佛学观察世界的那种方法, 缘起的观察力是有存在的, 你根据现在事物的现象, 流转, 然后你计它的反射之后, 等于你打桌球, 我现在打这个球, 我落什么西, 撞多少下, 再回来撞哪个球, 然后有什么反射, 那些高手是计算的, 即是大家打桌球就明白了。 所以在很多回归之前, 大家看回我以前的节目, 我是很公开讲过的, 特别在1992年, 我接受曾志华在香港电台访问时, 我为中国政府的共产党招牌, 去扔下它, 现在不合时宜的了, 你可以改了招牌, 在八九万人之后, 以时俱进, 进步, 那便改个社会党, 不用共产两个字,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都是落后的, 社会主义都落后, 其实任何主义都不合为个人的价值, 你管治天下目的是国泰民安, 在香港而已, 打这么多主义招牌上去看死吗? 那是没有意思的, 现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政棍, 古灵精怪, 这些坏鬼学者, 为了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江湖地位, 自己东抄西抄, 弄一套东西, 加一些东西上去, 口南眉河, 弄了什么经济理量, 什么政治理量,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你令社会和谐, 安居乐业, 保持一个意念, 任何定政策都与和为归, 尽量兼顾天下, 尽量维持人际社会之间的平衡, 这个平衡很重要的社会, 社会不平衡就会有矛盾, 这个理念已经足够了, 不用说这么多政治理论, 例如你投资做生气, 目的是赚钱, 为何说这么多理论呢, 对吧, 那些全部骗人, 所以很多年前我在中国已经讲的标题, 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者不是成功企业家, 当年很均动, 回归前, 我真的和内地很多朋友来往, 我都给过很多意见, 最大的启发就是有连外北京, 晚上吃饭, 都有一些大降暴坐在那里, 大家吃饭, 都是上年纪的, 他说郭先生, 我们跟你最熟了, 你说真话了, 香港人究竟怕什么, 那时候回归前, 老平公开讲的, 赵紫阳公开讲的, 你们不怕什么, 即是你们回归都怕什么, 这么多人移民又行, 又走, 老实点告诉我, 香港人不怕什么, 我大姐问我, 我不要紧要, 我说不能够了, 我很简单, 我请你们日本玩, 你逃经香港, 留下十日八日, 所有的接待费, 由我给, 由我基金邀请你去, 日本考察, 逃经香港, 自己了解一下, 怎样的情况, 某大姐立刻出声, 不去, 黄明不去出声, 他说不行, 不行, 我们不可以出去, 很复杂, 很困难, 笑笑人立刻告诉我, 我现在不怕这些香港人, 即是有人请你出去玩都不行, 整张桌子的老幹部, 那些长者, 我们明白了, 解决了香港最大的关卡, 后来又放手, 一路宣传我们保持生活不变, 50名不变, 香港人本身的方式不变, 马照跑舞照跳, 我一句, 我请你们去玩, 你们香港考察, 我们不可以出去, 很麻烦, 因为在共产唯物见证法, 你那个事情不消到自己, 他不信, 要生受其选, 他那个感觉就最强烈, 你给他解释什么理论, 什么环境, 什么政治制度, 什么价值观, 哭不吭气, 他自小都是共产思想洗脑, 那套文化, 唯一庆幸的是, 当年我老师交大我, 我说共产唯物变证法, 只要佛学才能入手, 其他世界上的哲学理论, 政治理论, 入不了共产思想, 它全部抗衡了, 所以当年我用了佛学的理论, 特别用了恩明学, 跟他们对话, 一句说话就移奉初醒, 另外一次就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后期之后就引起了中美建教, 做了好朋友, 他们就说, 喂, 美国佬为什么整天都在针对我们, 为什么呢? 我中国人自于内政, 为什么他每次当着我呢? 当年又是一个夜晚的聚会当, 聊聊天, 所以大家想跟中国的高杠做到工作, 就不是公开讲的, 你私底下聊聊天, 让他们想, 你知道他有权力的话, 是有帮助的, 我为什么美国经常针对共产党, 为了针对中国人, 为了针对中国政府, 很简单, 如果你想通了, 这个水门事件, 美国人也想通了, 你的六四民运事件, 赵紫阳怎么下台呢? 就大家做到朋友了, 那理由是为什么呢? 我美国人, 他们不会相信, 在你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 一把手赵紫阳总书记, 走去跟学生握手要下台, 大佬, 我们总统天天抱着学生都可以, 为什么这么大权力的人, 走去跟学生握手要下台呢? 我美国人不会明白, 我反过来, 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也不会明白, 为什么美国总统, 派个下人去偷听电话, 要下台呢? 你不会明白, 你也不会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内地, 就算一个镇委书记, 叫人偷听电话, 还在身边听, 天天都听了, 完全没事的, 为什么美国总统这么大权力的人, 叫人偷听电话, 你也不会接受, 接受不了的, 为了你把这两件事想通了, 中国和美国, 就可以做到好朋友了, 你真的专门叫下面的人, 开了一个小组, 研究过这个论点, 之后, 有客林顿访问中国, 接着进入WTO, 但是当年, 江泽民总书记思想是很好开放的, 又唱西方音乐剧的歌, 江总书记, 所以, 他也曾经有两件事, 我们给他一些意见, 摆平了, 所以见到我意见之下, 都是很乐意做一些研究, 解决了心中的迷, 所以, 做一件比较, 现在就是说当年, 都是叫做小工作, 不是要工, 就是行话一句, 为何帮了不做呢? 当年汇丰银行想拿回上海的总部, 在上海外滩, 现在做了上海人民政府的办公楼, 是要做的, 当年又不让外资银行回去开分行, 某方面一日问我, 我帮你打听一下, 后来始终解决了, 就肯将上海现在外滩的市政府大楼, 汇丰银原子, 同意交给汇丰银银, 但为何到现在都没有成事呢? 到同意了之后, 香港兵就派人上去考察, 后来基于现代化的理由不能用, 因为中国政府要求他们接收这座原有的银行, 内部不准改动, 要保留那个文物的价值在这里, 汇丰大班当时是蒲卫士做主席的, 就跟我学生说, 跟L君说, 不行了, 原来现在那些银行摆电脑系统是很庞大的, 不准拆长测性, 不准动的东西完全是用不到, 整个运作,内部结构, 就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 然后再撥地给他们建金融街, 后来也被很多外资银行引证回国家开分行, 又是在闲谈中, 又是吃饭讲了一句, 我主动提出的是, 我们进来, 如果国家正式开放改革, 一到机场, 沿途就有很多外国的游站, 你引进外资, 你不是用口, 你实事求闲, 还有别人进来, 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外资银行, 我们不用担心, 他们说不, 统计过, 他们的银行进来开, 测这么多钱虚本的, 没有测钱做的, 我说你搞错, 我说他们明知虚本都会进来做, 那老爷问我, 为何虚本? 因为他们维密电证法计死数, 不过你外国银行走来, 我北京开间分行投资这么多钱, 有请人有性, 长年虚本起码是几年, 为何你会做呢? 我说你不明白了, 现在在外出的运作, 你一跟他拍板, 说他银行可以进来, 我说你不明白了, 现在在外国的经济环境, 只要他们宣布, 说进来中国开分行, 他的股票在外面市场会升, 我说他那边升水, 你也亏不到他十分一钱, 那整班老人家才明白, 我现在明白了, 我说他们可以吹水赚很多钱, 为何要跟你宣布, 说他们银行进来, 你大陆开分行, 你不要计算他在那里吃饭, 那些很少钱, 你吃得多少, 对吗? 他们才明白, 自由社会的经济, 跟你共产社会的计划经济, 观念完全不同, 就不是说你见铺计铺, 有些东西是民事管理做的, 我当是宣传而已, 有时麦当劳他们做带特价, 还有玩具公仔送, 他不是归了本, 但他不是长期送的, 他是有效果的, 但在他们那些共封锁的 共产计划经济社会 是想不到这件事, 那是很僵化的, 到现在, 你回国内都看到, 他们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影子在那里, 特别是古老的车站, 有很多的火车站, 有关卡出入, 特别是售票那些, 现在叫开明一点, 有电脑售票, 真的你出入, 两个人过不了的, 你就看到计划经济的影子在那里, 全部卡住你, 左卡住,右卡住, 左卡住, 右卡住, 所以, 在中国有几个大问题, 我们都曾经行话一句, 帮助我们解决了思维上的障碍, 最遗憾在哪里呢, 就是关于香港的问题, 我回归前都挺认真的, 他们说, 郭先生你多给意见, 我不要紧, 你全部不要动, 在中国, 1984年, 中英联络声明签了之后, 英国人曾经重复过的动作, 你回归后, 全部尽量还原, 那就可以了, 英国人的时代, 所有的行政立法议会, 没有良出的, 后来变了变了变了有良出, 英国人1984年, 中英联络声明之后, 跟着弄一些管局出来, 制造了很多不同的动作, 还有其他很多淋淋淋淋的都说不完, 你将会还完, 那你就没事了, 另外, 真的要重点发展两件事, 第一, 香港历来要靠一个工业, 去支持整个社会经济, 炒楼金融股票的市场, 你当是次要的, 不是走第一位的, 我这样搞什麽, 我不要紧, 你将深圳和香港的边界, 由香港这边, 新界那边开发一个大型的轻工业区, 限制专做青少年儿童的衣食住行用品, 和欧美的名牌公司合作, 撤厂, 你要我Shiba, 免税入内地, 我这样整个香港经济顶到的了, 各有工班, 两公婆在里面的工厂打工, 有宿舍住, 有学校, 有饭堂, 我他们有钱剩的, 安定, 和流失量不会经常走来走去, 那些工人, 中国每年, 有几多小孩子出生呢? 那些儿童少年, 又连年快高长大, 鞋墨手筋线, 连年都要换的嘛, 健康食物, 奶粉, 各方面的用品, 我只做那些, 轻功业成, 有过百万人上班, 整个社会都顶着经济, 这个是最大的, 维持到香港的经济稳定, 人人安居落月, 各个工班, 第二, 就将大宜山, 在房地产那里, 跟着大宜山沿海的地区, 它在背后很荒谬, 荒谬不要紧, 不用开路不用城, 起直升机场, 就像澳洲雪梨的海洋港口那里, 在那些大型的别墅, 有直升机场, 每一户人家, 有码头, 可以拍游艇的, 出入坐直升机, 你就会吸纳到那些富豪, 视成一角了, 你变成了那些烂地, 粉水变成鸡汤, 即是打麻雀那样, 康上花, 自摩, 原本就是鸡汤, 一边爆棚了, 现在都未有人搞过, 现在要搞个田海, 几个老套呢? 为什么要田海呢? 我围着你那个大营塞岛, 那个沿海边, 就是建那些大型的豪宅, 有直升机场, 每天有几班的直升机, 每个花得起钱, 富豪, 它有安全, 出入坐直升机, 免得自己坐游艇, 每个有游艇码头, 容纳到很多花王, 国内有些新移民下来, 有工作做, 在大营山做司机, 做工人,服侍, 那些是卖给富豪的, 那整个大营山的地价便升了税。 另外, 我们将那些监狱, 全部放在珠海的郊区那里, 便宜, 香港一个监犯, 有七八千元, 开销, 你回去中国, 特区政府, 那月给你两千元, 给你两千元, 他们有钱赚, 现在香港不只负担, 我给了几个方案, 但一个都没有用到, 到强职金港时, 我又给国内的老友记听, 有些时候中联班, 有些来往, 一些头头来香港就任, 吃餐饭, 你不要搞那么多花神, 不要搞那些基金, 在那里抽你税, 年年, 你叫他们把那个强职金的钱, 在海外的大城市, 伦敦, 法国, 巴黎, 印度, 磅碑, 或者你上海, 广州那些商贸大厦, 买现成的大厦等等, 买来收粗便行, 找回当地律师留管理, 是吧, 收回管理费, 都还赚多些钱, 有租收, 如果当年我自我这个意见做强职金, 香港都不用做了, 清水了, 大哥, 我有个好朋友, 在曼赫顿最低潮的时候, 掃一大堆豪宅, 在曼赫顿, 掃一大堆的物业, 赚多少钱, 但又没有做到, 再讲一个国家的, 我们国内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很有福气的, 中国人, 我将你整个中国最名贵的草药, 大量开发, 但是一定要找瑞士德国合作, 你不要搞新产线, 让他们来搞, 我们搞完之后, 你卖一百元一张都没人买, 我如果由瑞士德国和大药厂的药网, 和它消去世界, 一百元美金都没人买, 我和你这种绿色的经济, 全世界抄你不了, 你的环境怎么抄? 等于蒙古的沙击, 云南白约, 怎么抄? 是气候才能做中极岛, 野山, 你长白山人心就要搞多些, 你现在在韩国剩下的谷励心也富贵, 韩国更厉害, 加上珍珠草做些干约, 日本仔做些干约都很厉害, 大家按下几天就知道, 上网, 当年我就说, 中国政府一定要利用这个民间的大自然力量, 去作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主流, 为了整个中国的同胞, 分着教都有钱, 大自然生长的植物, 需要你吗? 我但你要有量度, 你让瑞士、德国的大药厂和你合作, 由它销售、由它搞, 你提供原料合作, 分钱算送, 但不是, 我们经常想自己搞, 由西多来来, 到很惆怅的人生, 今天我们都很轻松, 就是说, 跟大小小台台友, 当一个充值的节目, 又知故, 温故之身, 当是几十年来, 我在国家做的工作, 是吧? 最重要就是很幸运, 我有份参与协助我们自己的国家, 建了百万多家图书馆, 现在可以讲, 以前我不讲的, 他们自己报道就算了, 村级的图书馆, 提供了那些生活知识给农民, 怎样种植, 怎样医病, 怎样利用法律保护自己, 每一个村级图书馆, 亦都得到他们团中央的帮手, 每个月假日, 假期很多大学生, 只要给农民, 因为很多农民是文盲, 我们村图书馆挺成功的, 因为提供了农村的经济, 不要买错农蜴, 不要不知道市场价钱, 被人买便宜了, 又不要被人骗, 有病怎样预早看医生, 植物有病, 如果鱼、鸡、豬有病, 你立刻怎样医病, 你不懂就在图书馆查本书, 查本书有人给你解读, 让你减出来, 你根据他的指引, 就可以帮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这是当年我们做图书馆, 孙徒书馆的功能, 但今时今我们都一百年多了, 但都继续在做儿童百科全书, 下乡, 现在我们在做的, 很多谢台友或者同学, 他们现在都不停捐钱, 湿湿升都有的, 不停都有捐钱来给我们, 将儿童百科全书送到农村山区学校,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特别我们在斯兰卡做的毒水工程, 改善水工程, 有很多人是除起功德的, 我们都感恩的, 多谢大家, 今天就是正式的春节, 头一次节目, 希望我们所有的同胞, 逐变北京, 不要让这样的签文, 那些古灵精怪坊间的东西影响, 中国有绝大的实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强力的组织, 只要你给好的方法给他, 给好的意见给他, 只要他尋得住气, 站稳阵脚,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以前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中国一窮二白, 所以千万不要乱, 那也是很温馨提示, 我们香港政府的领导层的官员, 真的落实去执行中央的政策, 有些政策不急得的, 比如你搞个垃圾回收, 那就已经失败了, 你不可以全部引用国内那种文化, 在香港执行的思维, 是吧, 香港的水平和国内的人不同, 他们习惯了, 几十年在中俄共产党的政治模式, 统治之下都适应了, 香港人没有适应很多, 特别这么开放的社会, 反过来, 他们又不需要喊这样的口号, 很无谓, 我们融入大湾区, 你首先有没有勇气, 我们希望大湾区融入香港, 没有人调转喊, 如果整个大湾区融入香港的模式, 运作富贵吧, 中国, 是吧, 如果香港融入大湾区, 我自己申请Devork, 是吧, 但是没有人想这些问题, 是吧, 我说不会打甲组的, 你叫我扔了我月组, 丙组踢, 踢了两个, 我赔回他们的水平, 那我怎样进步呢? 现在香港出现这个问题了, 都挺悲哀的, 所以那些文化、 质素、思维全部跌了下来, 连所有管治官员都跌了下来, 如果管治能力没有跌到, 这个美国马亚马的球队来香港表演赛, 不应该会出事的, 从这个事件看到, 整个香港的水平都跌了, 特别球迷的水平都跌了, 不如你捧一个网球明星, 捧一个耳毛球明星, 可以的, 他个人赛嘛, 大家你不是, 你踢足球啊, 足球纯粹集中, 为一个人给几千元看, 你当其他球员废费吗? 美斯都踢了全场球吗? 他连捧偶像都不懂, 你是捧球队, 只不过你可以对美斯好感一点, 无所谓, 对不对? 但就不是很浓, 为了他, 买几千元看他, 你看足球嘛, 足球是整体的, 搞笑的时候, 有时候你让我歌手可以, 他个人表演, 让我世界冰冰球球手, 你捧对红龙可以, 但捧足球球队是不可以的, 那是整个球队的成功, 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你连捧场都捧错, 几千元飞, 说看不到美斯, 又发烂财, 自己细心想一下, 在这个逻辑上, 我价值观不是这样摆法的, 还有你发烂财也不适合, 既然他是你这么尊敬的偶像, 你知道他病, 一些同情他病的, 你都没有, 你立刻的前意识就是他骗你, 如果真的病, 那你医生何忍呢? 你对他偶像, 这样医往他, 你看到人的行为, 是属于哪个层次, 大家估计, 我又不希望自己批判同胞, 所以从智商来说, 所以中国人很奇怪, 特别是爱情各方面, 婚姻, 反转猪肚就是屎, 这真是极大的错误来的, 你很尊敬的偶像, 是神恐摆的, 当他病了, 告诉你他不下场了, 你立刻当他仇人, 又要抓又要锁, 又要送他, 然后将他贬值为是骗子骗你那几千元, 是否很残忍呢? 我们作为第三者的人看到, 我希望所有的网友, 将这些好观念的知识, 传播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出来开麦, 真是作为一个社会教育, 我有资格做社会工作, 我做了几十年, 亦都经历这么多, 看人看事, 还有一些经验在, 经历比学历的学历, 好,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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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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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